《优优独播》 怎么了 你已经动不了了吗 那是 你想多了 变马 旋转刀锋 我们得想办法帮助小智 刘娜 目前来说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哇 小智加油 你的实力果然不是一般的强 你还是放弃抵抗 趁早投降吧这位叔叔 小智听我说 你知道当我还是小秋的时候 在学校里整天都在干什么吗 我把编码学院开展的 所有编码对决数据 都保存到致命狼珠里了 接下来 为了利用能量球的力量 我特意编写了能够自动进化的编码 自动进化 所以我的致命狼珠 绝对撑得上全世界 拥有最完美编码的机器人 编码 超级攻击 糟了 怎么会这样 它变得越来越强了 能量等级马上就达到百分之百了 怎么回事儿 迷你机器人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 准备好了 好的 我们上 大企鹅 你想操纵这个大玩具和我战斗吗 别逗了 你跟我来真的吗 是大企鹅在战斗吗 没用的 顶多拖一下狼珠补充能量的时间 耽误个几分钟罢了 这是什么 玩笑就开到这里为止吧 让你们见识一下能量球真正的力量 安斗 各位的白日梦和幻想也该到此为止了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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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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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啊 就让安德叔叔俩教你们 什么是真正的编码吧 接招吧 我看到了 脑痒都不合格 什么 太可恶了 你别想丢成 看来王晴和李赫 把你们教的不错呀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学校前面的小树林吧 小致 是老爸 老爸 爸爸没能陪在你身边 对不起啊小致 没关系啊 还有你送的红色风暴 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呢 不过老爸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是能量球中一个虚构的空间吧 能量球吗 是的 因为你和能量球有了精神感应 我们才能在这里见到彼此 那老爸 你可以和我一起回去吗 哦 虽然爸爸也想陪着你 但我无法跟你回去 我们就只能在这个精神感应空间 像这样见一会儿 聊一会儿 但是呢 看到小致变成了这么好的孩子 爸爸真的好开心呀 哦 爸爸 朋友们还在等着你 和他们一起勇敢的并肩作战吧 小致 你和爸爸迟早还会再见面的 好了 快回去吧 你的朋友们需要你 嗯 嗯 哈哈 哈哈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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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为了保护我吗 我不会饶了你的 哈哈 哈哈 愤怒吗 小致 不过 红色风暴的编马内核 已经被我击碎 事到如今 也无能为力了吧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这就是能量球的力量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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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风暴 现在轮到我们 来保护朋友了 我赢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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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 起来吧 红色风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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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成 看那里 哦 哦 我让你置信 编码内核明明被破坏了 只靠着精神感应操作红色风暴吗 现在我们只能靠小智了 整个世界的未来 小智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他 小智 动作要快 好的 我一定会尽快阻止他的 我们上 活色风暴 编码内核明明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怎么可能 适可而止吧 你已经非常强大了 你要是成为了大人就能理解我了 人类的欲望本来就是没有尽头的 我长大以后 绝对不会成为你这样卑鄙无耻的大人 你现在可能无法理解我 不过呢 我马上就会让你沉浮的 我才是这个世界未来的主宰 放弃吧 小智 不行 我还有那么多想要保护的伙伴和战友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怎么回事 对不起朋友们 都怪我轻信了别人 把你们带到这里 不是的 我们都被小秋骗了 现在就道歉也太不像你了 没错 现在还不是道歉的时候 怎么回事 这些小鬼的机器人 怎么又重新站起来了 各位 都准备好了吧 是啊 小秋 我们准备好了 那我们 都准备好了 我们上 怎么样 现在还敢小瞧我们吗 可恶的小鬼 就算每个人的力量有限 只要团结 我们就能战胜一切 好了 你还是山草投降吧 因为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好吧 我承认现在我可能打不过你们 只可惜 你们终归还是一群单纯的小鬼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在边上看着 什么也没做 是的 我们保证之后也绝对不会出手的 既然这两个家伙不是你的朋友 就算我让他们消失了你也无所谓吧 你说什么 救命啊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背叛朋友了 已经来不及了 我要阻止他 等等 这是安德的陷阱 你自己也会陷入危险的 那我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吧 手指 很好 你们还要再靠近一点 我就能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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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能放过你 小致 小致 怎么回事 人呢 去哪里了 怎么会这样 拥有能量求的致命狼猪 居然也无法抵御 你还没明白吗 能量求 已经做出选择 和红色风暴共同战斗了 你说什么 能量求是属于我的 你错了 能量求 是不会属于任何人的 它的存在 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上 红色风暴 变马 红色旋风重拳 看招吧 不要啊 不要啊 同学们 同学们 老师老师 太可怕了 我们太莽撞了 差点闯下了大祸 对不起 我们错了 不是的孩子们 明明是你们几个 拯救了我们的学校啊 你们大家没有什么 小致 我就知道你一个能够到的 你和红色风暴 你们俩简直就是最佳搭档啊 最佳搭档 看 我干什么呀 好吧 你的表现还不错 好了吗 够了吗 辛苦了 小致 辛苦了 这次我还见到了我老爸 他一直在守护着我 虽然不在我身边 是的 我们也相信是这样的 好期待呀 好 现在我们要宣布地下城对决的结果了 今年大家的表现都比往年格外出色 所以老师们相信 结果无论是谁 都是实至名归的 我宣布 今年的编码战神就是 我们的好朋友 小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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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太好了 还不是多亏了你们 结果竟然是你 在我看来 红色风暴还是有很多缺点的 你也一样 我发现你比我们刚见面的时候 话多了好多 我们俩的关系 需要这么多话吗 也对 好吧 我要挑战你 我们去外面对决吧 红色风暴 准备好了吧 要上了 小致 快点快点 大管家